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 圣灵更新 活出圣经和义荣神 星期二牧养 谈恋爱第六单元 我能够重新开始吗 第七部分相反的一面 与别人有关的饶恕的第二部分 就是接受别人的饶恕 耶稣教导我们 倘若与弟兄姐妹有了嫌隙 救人立刻放下手边的事 先去与他和好 如果我们得罪了某人 我想多数的情况下 都要去向他道歉 并求得他的饶恕 我说多数的情况 是因为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 向人请求饶恕反而会揭开旧的伤疤 例如你以前曾伤害过女友的心 但你们已分手12年了 如今他也有美满的婚姻 这时你就不宜再去找他 重提他一直瞒着丈夫的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 并在圣灵的引导下行事 饶恕是很要紧的 饶恕也是合乎圣经的 圣经中的一些属灵伟人 也曾经是迫切需要蒙饶恕的罪人 大卫被冠以和神心意的人之美名 然而他曾与拔士巴通奸 并且为了纳他为外加 害死了他的丈夫 做了这件事之后 大卫懊悔莫及 他的认罪祷告 就记载在诗篇五十一篇里 虽然他犯了如此重的罪 神仍然饶恕了他 并继续用他 祝福他 使徒彼得在历史上的重要关头 三次否认主 然而神也饶恕他 使他成为初期教会的栋梁 使徒保罗在悔改信主前 曾迫害过无数基督徒 然而神也饶恕他 并重用他 除了这三个例子之外 圣经中还有许多 其他的例子证明神能 且肯饶恕人的过犯 神既饶恕 我们就需要接受的大爱和红恩 当然 即使我们得蒙饶恕了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罪的后果 例如你曾使一个女人怀孕 生下私生子 后来这孩子虽然被别人领养了 但你心里永远有人疙瘩在那里 知道在这世界的某一角落 有你亲生的骨肉存在 或者你在很久以前失去真操 连哪一年你都记不起来了 但某些回忆仍会残留在心中 但耶稣有医治心灵伤痕的能力 能使过去的罪 不致扰乱你悔改后的平安 我有一个朋友 在匹兹堡地区从事学生工作 他说人可以恢复失去的真操或纯洁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虽然就生理或历史记录而言 你是不能 但在属灵和心理上 你是能的 因为神在圣经中明确地说饶恕你的罪 并且把它埋在深海中 永不再纪念 对神而言 你又是洁白无玷污的 因此 你若过去曾在性方面失足 悔改后就不要再追悔 悲戚 你是心灶的人 应当自由地向前迈进 神既饶恕 就忘却了你的罪 这就是神伟大的地方 不仅饶恕 而且不再纪念 把你的记录板完全洗刷干净 使你觉得清新 纯洁 不管你的过去是多么误会 应助基督的大爱 以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你心萌生的美好意念 可以变成真实 重新开始 常常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梦 记住认罪和基督的救恩 你的美梦可以成真 线下你已有新的开始 接着让我们来看 起步之后当往那里走 最后两章 我们要谈约会及结婚的问题 圣经极甲邀请大家 分享 赞好 订阅 留言 影片完结 祝福大家 是吗 你